還有乾燥花瓣 等一下那個賣場裡面產品都有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那邊參考一下 不好意思 從頭講一次我是記者 你好 我說我們這個有機玫瑰 是從五六十個品種去篩選出來的 我們要做實用的話 一定要注重它的香氣跟它的口感 所以說那時候請這個 改良廠 這個都要有肥 有肥也是要讓它有肥好吃 這個做幼稚絕對不能噴農油 最基本的不能噴農油 還不能用化學肥料 所以說這個有機基本的條件是這樣 它要包含的很多 它知道啦 管理什麼 它有政府一個有機栽培 管理認證辦法 要遵守它的規章 對 這次很老派 這次很老派 對呀 我們觀賞 因為它不是一支都一輩子而已 對啊 我們觀賞像一般都是一支一輩子而已 但是我們這種就要讓 比較多支 比較硬 比較多灰 比較多灰 因為我們就 一般觀賞 真不太會學 不太好 我自己去炒就炒不太會起來 對 這齁 這靠近溫 這幾個很久 很久 有時候 像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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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張才就 十張 很漂亮 因為這個平常不好炒 對 你看看平常也有問題 因為就是 它都沒有噴火的農油 所以它的 牠牠牠都有了 所以你炒過後 我們這次發展就是 炒了不太久 它都會丟牠牠 就都會死去 對 對 對 我家的玫瑰就是這樣子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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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先把它剪掉 從底下再從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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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不好意思 既然說它有 昆蟲 那我們吃了會怎樣 你說可以 所以你剛說就直接吃嘛 對不對 你剛剛這樣講 對啊 我們吃當然不吃昆蟲啊 沒有你看 因為你冬天的話 牠的那個蟲還比較少啦 冬天啊 夏天的話比較多 但是我們也可以用那個 有機防治的方法來處理啦 像這些 噴一些苦練油啦 宅藝油那些 都可以使用的東西 沒有關係 對啊 對人體無害的 還有蘇利菌 這些都可以遵使使用的東西 蘇利菌是什麼東西 蘇利菌它就是一種 例如一種 讓蟲有感染 那種病有嗎 牠會死去 蟲對牠會死掉 那就是一個困 蟲子牠會感染 一個 牠會死掉 那人不會 不會 對人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 蟲跟我們人體 那個構造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裡面只有一種品種 對 我們這個叫三型玫瑰 這個就是這個品種 對 那這樣對於這個 生物多樣性來說 是不是有 有 會有這個 就沒有多樣性了嗎 什麼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 生物的多樣性 對 你沒有聽過生物多樣性 這個名詞嗎 所謂的生物多樣性 你的意思是 講什麼 就 因為你只有一個品種 那萬一有什麼事情的話 這整個品種都沒有了 就沒有東西了 所以 現在是在講 其實玫瑰很多種 玫瑰很多 上千萬種 但是我們說 我要做食用 一定要挑選說 它的口感跟它的香氣 這個最重要 你一般的玫瑰 鎖在也是可以吃 只要不噴農藥 還是可以食用 但這樣的口感就不好 它的香氣也沒有那麼香 一般的官藏 官藏 官藏用的話 它就製造它的枝條 跟它的花朵 它就不製造它的香氣又怎麼樣 它的火腔 還是它會吸水 這樣而已 我們使用就是不一樣 那 當然 幫我照這個 好 你這個沒開 你這個沒開 那你再一片來吃 是怎麼樣 隨便拿一片就可以吃 我剛才有吃 剛才沒有照到 還要再一張嗎 好 漂亮啊 人比花椒 好 謝謝謝謝 幫我再一片來看怎麼樣吃法 要在什麼地方 要在最中間嗎 對 就靠裡面一點的 靠裡面一點的 就中間這個地方 這樣就可以吃啊 對啊 這樣可以吃啊 使用著嘛 你放心啊 你們比較擔心 可能有一點 什麼灰塵 這個 那 那你的花都被我們吃掉了 對啊 吃一片沒有關係啦 這個就沒問題 不然這個也要吃好嗎 這個 很平 就要裡面一點 靠心一點的部分 對對對 好不好吃 有一點酸酸 這個味道很棒 很好吃啊 很好吃啊 講來聽怎麼辦法 這裡面有酸酸甜甜的 跟鹽味那玫瑰的汁喔 吃喔 到喉嚨這邊很有感覺 會體會到這個 玫瑰的香味 跟我們泡茶的喔 清淡 泡茶又清淡 這鹽味也是的味道 很清淡很清甜 喔 你實在很會吃喔 這品嘗真的是不錯 比喝那個玫瑰茶喔 勝過十倍 真的 好 這個鹽味很好 謝謝謝謝 謝謝